欢迎来到美厅 这三种好人比小人更可怕 老话常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与人交往中 明面上带着恶意的人不可怕 因为他们的意图较为明显 我们能够轻易地察觉 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与你矛盾重重的人 也不可怕 毕竟双方的立场和分歧摆在明面 反而可以让我们做好应对的准备 然而 那些不怀好意 心中充满恶意 却表面上与你交好的人才最可怕 这种人宛如隐藏在暗处的毒蛇 在你毫无防备之时 突然发动致命 以及给你带来难以承受的伤害 要知道 人心复杂如深邃的海洋 变幻莫测 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 人的心理和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遗传 环境 教育等 在如此复杂的因素交织下 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在生活中 请提防有以下几种特征的人 不被虚伪的表象所蒙蔽 方能在人际交往中保护好自己 曾经看过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人这辈子 什么样的人不能深交呢 在众多回答中 有个高赞回答是 伪君子 诚如 人们常言 名枪一朵 案件难防 而这类虚情假意的笑面虎 伪君子 便是那防不胜防的案件 这种人往往善于伪装 表面上给人一种人畜无害的假象 看似温和友善 实则心怀叵测 他们的内心 犹如幽深的黑洞 充满了阴险狡诈 形式风格圆滑至极 做事滴水不漏 却怀着一颗不良之心 他们往往不择手段 有一种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痕迹 一般人在与其交往时 很容易被其表面的善意所迷惑 从而陷入其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 难以识破对方的真实面目 就像金庸武侠经典之作 《笑傲江湖》之中的君子剑岳步群那样 在众人面前 他总是大意凛然 一副正义之事的模样 然而背地里 却完全是另一副面孔 他的伪装如此天衣无缝 以至于就连与其朝夕相处的妻子 女儿和徒弟 都对其真实的品性感到陌生和震惊 游记的以前看小说时 对岳步群这个角色 可谓是恨之入骨 那时着实想不通 这世间怎会有如此虚伪至极之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阅历的增加 渐渐明白 岳步群的虚伪 看似是被形势所迫 仿佛是身不由己 逼不得已 才走上那条不归路 但实际上根源在于其初心出现了偏差 当一个人的欲望膨胀到超越自身能力的程度 一旦选择了剑走偏锋 便如同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绝路 正如《菜根坛》中所说 君子而乍善 无异小人之四恶 君子而解改 不及小人之自心 君子如果伪装善良 那就和肆意作恶的小人毫无分别 君子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操守和原则 那甚至还不如一个能够改过自心的小人 真小人的坏与恶一目了然 呈现在表面 而伪君子的坏与恶却深藏在骨子里 难以察觉 这里所提及的君子 并不仅仅是针对男性而言 女性亦包含其中 例如在《红楼梦》中 星儿对王熙凤的描述 嘴天辛苦 两面三刀 上头一脸笑 脚下屎绊子 明是一盆火 暗是一把刀 都占拳了 这生动形象的展现出王熙凤那虚伪狡诈的一面 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 会遭遇形形色色的人 其中不乏太多类似乐部群 王熙凤式的人物 对于这类人 我们惹不起 但完全可以躲得起 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 务必谨言慎行 切记交浅而延伸 毕竟 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并非所有人都值得我们坦诚相待 推心致富 二 伪善者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视频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也出了众多有关公益帮助留守儿童的片段 在这些视频中 留守儿童们的形象令人心碎 他们大多身材瘦小 营养不良 居住的环境更是脏乱不堪 简直超乎想象 有些孩子所吃的饭 竟然是已经搜掉的 生病了 也只能无助地躺在散发着恶臭的被褥上 那一幕幕场景 无不让人揪心不已 在这个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 当这些画面呈现在大众眼前 配上那容易勾起人伤心情绪的音乐 每一个富有极大善意和同情心的看客 内心都被深深触动 大家纷纷希望博主能够提供详细地址 渴望自己能够尽一份绵薄之力 给这些可怜的儿童游寄一些急需的物资 然而 博主却大手一挥 义正言辞地表示 纯公义分享 所有支出自己负责 不接受任何捐赠 感谢好心人 这一番正气凛然的话语 瞬间捕获了众多看客的心 令他们感动不已 接着 画面一转 博主为留守儿童送去了米 面 油 为他们添置了新的被褥 甚至将房子也清理得干干净净 看到孩子们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那一刻仿佛世间充满了爱与温暖 至此 这本应是一个令人欣慰和称赞的美好结局 这位博主在大众眼中充满了正能量 这无疑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 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 直到有电视台曝光 才让人们看到了隐藏在背后的真相 原来 许多类似的场景竟然都是虚假的 虽然其中孩子的困苦状况是真实存在的 但那些网红主播 不过是借此作为手段来涨粉 涨流量 最终通过直播带货来 大肆割韭菜 谋取巨额利益 若没有电视台的这次曝光 或许我们都还被蒙在鼓里 继续被这些伪善者所欺骗 就如同丹麦电影《狩猎》中 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 枪响了 你看到是谁开的枪吗 我看不清 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他在阳光下 伪善者所采用的手段 其实并不多么高明 然而却能让许多人深信不疑 这是因为 他们善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和最朴素的善良 那些看客们本怀着一颗真诚的助人之心 却未曾料到会落入伪善者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 伪善者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便是将自己伪装成正义和善良的化身 其次便是以利益为唯一导向 唯利是图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择手段 所以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擦亮双眼 防备那些别有意图的人 不要让伪善者的阴谋得逞 更不能让他们肆意消耗我们的善良 让真正的善意 能够传递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真坏人不可怕 可怕的恰恰是假好人 不知你是否曾在身边发现过这样一类人 他们总是打着为你好的幌子 却在暗中悄悄地给你使绊子 让你防不胜防 除了父母那毫无保留 真心实意的关爱 我们的身边的确存在着不少见不得你好的人 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利益交织的社会中 一些人表面上对你阿谀奉承 百般恭维 背地里却充满了嫉妒与怨恨 曾看过这样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故事 小李中年丧夫 这一沉重的打击 让他的生活瞬间陷入了黑暗 无奈之下 他结束了在外的打工生涯 带着为数不多的赔偿款 回到了老家 试图重新寻找生活的希望 然而 命运似乎并未对他展现出丝毫的怜悯 或不担心 公公婆婆竟因中毒相继病逝 一家六口 转瞬之间便只剩下孤儿寡母三口人 其中最小的孩子才仅仅两岁 面对着接踵而至的苦难 小李整日以泪洗面 生活仿佛陷入了无尽的绝望深渊 就在这个时候 隔壁的王大婶出现了 王大婶看起来心地善良 时常送一些自家种植的新鲜蔬菜水果 给小李一家 三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也亲切地喊王大婶奶奶 小李家的老房子年久失修 每逢下雨天 总是滴滴答答地露雨 王大婶出于好心 收留了这一家四口 小李对此感恩戴德 由于两家是邻居 平日里往来频繁 一来二去便变得十分熟悉 正如那句俗语所说 远亲不如近邻 在王大婶的帮助下 小李第一次在这冰冷的世界中 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三年后 王大婶把自家侄子介绍给小李 小李因丈夫逝世不久 心中的伤痛尚未抚平 便婉言推辞了 后来 在娘家人的亲力帮助下 小李决定将老房子推倒重修 希望能为孩子们 打造一个更为安稳的家 可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 一些不堪入耳的传言 开始在邻里间传播开来 诸如小李不检点 和别的男人鬼混 不然抚养三个孩子拿来的钱 等等诸如此类的疯言疯语 小李满心委屈 却有口难言 他害怕孤儿寡母 难以守住丈夫死后的赔偿金 才对外谎称 丈夫是病逝的 可如今的传言 竟然变成 他客死了丈夫 还和别的男人 有不正当关系 怪不得拒绝了 王大婶自家侄子 等等离谱的话语 这些风言风语 越传越离谱 给小李一家 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和伤害 直到有一天 王大婶因涉嫌一起犯罪被逮捕 真相这才浮出水面 原来那些令人痛心的风言风语 都是从王大婶这里传出去的 那个所谓的傻侄子 其实是王大婶的亲儿子 王大婶教唆儿子强闯小李家 试图欺负这孤儿寡母 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的这个傻侄子 此前还曾失手杀死过一个人 而王大婶之所以做出这一系列恶行 仅仅是因为极度穷邻居 人都死了 还有个好女人给守家 极度 这一可怕的情绪 真的能够让人面目全非 面目可憎 一个看起来善良 柔弱的人 一旦被极度等负面情绪 所驱使而作恶 往往会更加隐蔽和可怕 因为这种恶 源自于他们扭曲的三观 在他们的认知里 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恶 正如有人所说 不怕别人在背后捅我一刀 就怕回头看到 背后捅我刀的人 是我用心对待的人 所以 请一定要睁大双眼 小心谨慎地分辨 防备那些脸上笑嘻嘻 心中却阴暗无比的假好人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这复杂的世界中 更好地保护自己 和所珍视的一切 你才说 宁世深渊过久 深渊将回以宁世 在这复杂的社会舞台上 请远离那虚情假意的伪君子 他们就像隐匿在黑暗中的幽灵 善于伪装 狠起来 甚至连自己都能欺骗 同时 也要远离外合理差的伪善者 他们如同戴着面具的演员 在人前表演着善良与慈悲 骗起人来 毫无底线 再者 更要远离那心口不一的假好人 他们就像披着羊皮的狼 看似温和友善 实则心怀叵测 人生匆匆 短短几个秋而已 我们必须要明白 什么人才是 值得我们真心深交的挚友 什么人又是我们需要 时刻警惕的危险分子 愿你在余下的人生旅程中 与欢喜为伴 心怀阳光 形势坦荡 无论面临何种境遇 都能坚守内心的良知和道德准则 做到问心无愧 如此方能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中 走出一条充满温暖与光明的道路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